作词 李宗盛 是心动的后悔 或许还有疼痛的滋味 梦又停下来半途而飞 一旦开始就在慢慢积累 用心体会几种滋味 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 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美 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 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 不计较了 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 一颗心跳着 只因为活着就能够体会 体会到雪的热和爱的美 只因为梦着就能去追 只因为快乐就能拥抱着 不计较了 只因为爱着就能感受到 一颗心跳着 喂 阿姨 我这一看是北京的手机 我还以为是我们家欢欢 换了北京手机号呢 阿姨 需要从成都消失的时候 除了你的三十万 他还欠多少钱 你也知道了 不是说不跟你说的吗 阿姨到底多少钱 一共是一百二十万 每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不过呀 这三年来 需要全部都还上了 为什么会借那么多钱 其实你们公司 那个时候早就赔钱了 包括你们的房租 生活费 还要继续往公司里垫资 还有你们结婚时 要准备花费的结 对了 需要还准备了十万块钱 准备送给你妈妈当彩礼 这不婚也没结成吗 不过需要还是让我把钱 给你妈妈送过去 你妈呀 跟你一样好强 钱也没收 说是啊 要是这笔钱 当成你们的分手费 那就便宜了需要那小子了 家人啊 事情过了那么长时间了 就别往心里去了 是需要欠你的 她不想让你一起跟她 过还债的日子 她想让你生活得更好 这不小心 怎么会儿 我你们的味道 有时间就满意了 现在还能让你生活得更好 你什么事 你站在你回家 不可以 不就是 Иnh 我忘了 你ились 喂 亲爱的 咱们已经冷静了 那么长时间了 你想好了吗 想好什么呀 你送我爸妈的礼物 他们都收到了 谢谢 那挺好的啊 他们开心吗 他们如果能够见到你的话 会更开心 你不是跟我抱怨 现在的工作对你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挑战了吗 你不是要冲破 你的智场天花板吗 那你为什么 就不能辞职来上海呢 李延 我没有辞职的资本 什么叫你没有辞职的资本 是钱吗 有什么困难你说出来 我和你一起解决呀 对不起啊 李延 如果你现在觉得 你到了非结婚不可的地步了 那我们就分手呗 我也不想再耽误你了 为了工作你甚至要 跟我分手是吗 你就那么热爱你的工作 对不起啊 我们都先冷静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 都先让你来 你自己在家 你怎么不开灯啊 怎么了 坐 咱俩聊会儿 咱俩聊会儿 干吗呀 这么严肃 李念环 你还拿我当朋友吗 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表面上是站我这边 实际上还是站学校那边对吧 也对 你们跟青秋妹没什么区别 怎么了 学校又惹你了 一百二十万 不是你们一家人是觉得我应该感恩戴德是吗 为了不让我和她共同承担债务 所以她逃婚人间蒸发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瞒着我 都觉得是为我好 贾安 那个逃跑的她 把我变成了笑话的她 最后变成了高傲在上的人 那个牺牲自我的人 那个大爱无家的人 是这样吗 我没有不想告诉你 而且我也是去年跟徐文聪吵架的时候 我才知道的 你凶我干什么 我觉得我就像个傻子 三年前是三年后还是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的 我觉得跟你说了之后 你能没那么恨她 但我妈说了 也许让你恨她 是让你脱离苦海的方式 对 我恨她 这几年我就是靠恨她才挺过来的 我是受害者 我有一个人可以恨挺好的 现在呢 我该怎么办 我应该感谢她吗 我怎么这么惨 老公出轨 偷靠闺蜜 闺蜜还骂我 余佳安你知道吗 我这两天我也特别地不开心 徐文松和家里所有人 都让我赶紧回去 可是我不想回去 我跟你们在一起 我能感受到我的生活 我每天不只是有洗衣和做饭 我也是有自己的价值的 可是我不能不回去 我现在不是个人性的孩子了 我是个孩子的妈妈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既然大家都这么不好过 那就哭吧 谁还不会哭呀 不要哭啊 要说她 你我惨了 三十岁了 在公司混得跟实习生差不多 工作工作不如意 感情感情没有 牵牵也没有 你好歹还有一条退路吧 可是 有了退路就容易没有前路 你说 你说 这退路和前路之间 我该怎么选啊 怎么得嘛呀 你们两个先丢人 我还先丢人呢 多大点事啊 就抱着还哭上了刚才 正清姐姐 你好像什么都懂 你帮我我想点办法吧 到底怎么选啊 过分地夸大一个男人 和另一个男人的区别 就是你现在痛不欲生的原因 你其实啊 只要把这个赵昂 想象的他并没有那么好 兴许还比不上你那出轨的老公 许文松呢 你就好过了 不是 姐 你误会了 我说的不是赵昂和许文松 我说的是北京跟成都 没错啊 北京的赵昂 成都的许文松嘛 有时候啊 选择一个城市 不仅仅是跟那个城市有关系 而是那里呢 有你最想见到的那个人 对吧 雨晨 雨晨 你跟着哭什么呢 张总 别叫张清了 叫张清醒吧 这个名号 张清醒 那儿来的灯啊 我还担心呢 这要是摸黑干 效率也太低了 旁边工地上借来的 追你都会 从小在工地上混大的 有什么不会的 八点半了 咱们还有三个半小时 我们一起去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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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衣服找上了怎么处理啊 蘇总 这衣服咱们自己能处理吗 我把咱们仓库的阿姨给拖过来 还在路上呢 但是她们只能做一些基础工作 改款的话有点难 我正在联系我一个设计师朋友呢 不知道怎么那回事 也不接电话 怎么办啊 没有人接 你们有认识关系好的设计师吗 对了 我记得余佳安宾室的时候 是不是有说过 她学过设计 是啊 她懂这个 打一个呗 我托你们办公率怎么这么低啊 你还想那事呢 那创业是许耀的梦想 又不是你的 公司赔钱 她还钱天经地义 虽然是她的梦想 但也曾是我们的事业啊 那如果现在她在你眼前 想跟她说什么 我会骂她吧 就说你以为你谁啊 救世主吗 你以为你扛了我们共同的债务 我就会原谅你吗 不 不 我不会的 烂人 自以为是的烂人 哎呀 她是有顺风耳吗 今天呀 你不是想骂她吗 算了 他们公司今天好像出了什么紧急状况 好 改天吧 那大概是睡了吧 那也没有办法了 即使睡了也再打一个吧 看她里面换在面子上 她应该能过来帮忙吧 要不我给张青打一个 行 别别别 大晚上把人家叫过来帮忙替麻烦的 别让人家为难了 我刚跟满水文可清点过了 有十来件需要改款的 需要真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了 明天就得把这些衣服发出去 我还是打一个吧 算了 算了 我联系一下李莫芳吧 于佳恩睡了吗 睡了 怎么了 郝晨师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公司这两天遇到点麻烦 招标会呢延期延期到哪天待定 行 我知道了 正好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了 许耀说有事请你帮忙 我想请她帮忙做衣服 做衣服 做什么衣服 他们有一批给剧组提供的衣服 出了些问题 现在呢 他们在供货商的仓库里 找到了大部分 但是还有十几件呢 需要改一改才能达到 剧组的需求 但是这大晚上的 他们上哪儿找人改啊 那你去呢 看看那两件白色的 那黑色的呢 再看一下 你们按照这图片核对一下 好 大哥 这也会啊 学学不就会了吗 要不你试试 他这儿 就这三台佛人机 我就不给你抢 就这些下子一会儿能处理好 给 再检查一下 嗯 许耀 衣服都选出来了 八十多价 差不多能凑齐大部分了 把要改设计的先挑出来 有瑕疵和污渍的 今天晚上争取处理好 明天早上就出货 你再派个人去趟剧组 给人家赔礼道歉 那我飞过去吧 那行啊 嗯 今天晚上也很晚了 大家也都累了 让他们先回去休息吧 先睡个懒觉 明天下午开工 行 没问题 苏总 你也赶紧回去休息 明儿还得飞剧组呢 你要不然身体吃不消 那你们几个行吗 我倒是休息不了 回去还得跟买什么商量 怎么补齐大牌那边货呢 放心吧 我没问题 那行 对了 那边盒子里有那个 消毒的干洗喷雾 然后记得让阿姨 把每件衣服都处理一下 明天一早过来质检 放心吧 许奥比你心还吸引了 保证每一件衣服 都能拿得出手 行 那我走了啊 同志们 撤来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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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看活吧 你要是不想过来没关系的 我跟张青说一声 不用拔忙了 怎么了 需要说我要不想去就别去 那他还挺心疼你的 心疼什么呀 他从来都是你啊 总是觉得自己在为你着想 那你还为什么要去帮他呢 张总不是说了吗 和甲方相处融洽 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这次帮他们 不就让凡青欠我们一个人情吗 张青姐姐你信吗 虽然并不相信对方所说的话 但是依然赞许地点头 并装出十分认同的样子 这也是我作为卑微乙方 学会的一件事情 好 我是这样子 我就被我让自己买上 拿我们来 都 brush了 便称咱把 understanding 我觉得你有一zier 住心自己吧 车腰 让你你要ỹanno 你也来了 你一个孕妇大晚上跑出来干嘛 我是孕衣服小能手 离了我你能嫌吗 需要改的衣服在哪里 我先看看 你给我过你 丞宝 你也来了 不要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 需要帮忙的地方 你们创业不易 我全当积德行善 攒人品了 就是这些 你看一下这个 这是我们要修改样式的图片 我把需要修改部分的设计 简单化出来 然后我们在这堆回收的衣服里 挑出一些衣服 从上面裁剪出可以修改的布料 好 我明白了 这里是蝴蝶结 标注是白色和唇棉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一堆衣服里边 挑出戴蝴蝶结的白色唇棉质地的衣服 供你备选 对 我们开始找吧 尽量多备几件 他们干嘛呀 估计是到时间啊 过来收旧衣服的工人 那怎么办啊 我们还没选呢 没有布料我怎么改设计 没事 这里交给我个好知识 你们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 嗯 许耀 你应该觉得很得意 快来 快来 许耀 快 你的婚 张晴 下车 来呀 镜头手足 走跨一步 落下一步 都有人搀扶 情感是故 只会让步 趁我们青春正好远不复述 能有什么苦 耶 快来呀 快来呀 你还忍了一圈 快点 我想抱抱你 对你说声音塞肚 走 我们一起踏上前方的旅途 有你陪着我 你严寒和哭暑 我们一起踏上前方的旅途 有你什么惧怕什么 一切在手中 有何不动为何发疯 我们说好一起追望 你顾虽什么 摸藏什么 时间不会等 我已出发 赢着狂妆 沉默们年少情况 执着居住 害怕什么 害怕什么 有你陪着我 走着满满人生路 我想抱抱你 跟你说声音塞肚 有你陪着我 你严寒和哭暑 我们一起踏上前方的旅途 有你陪着我 你让我去 帮忙 抱抱啊 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呀 你再这么长下去 挪妈跟没有办法出门呢 喂 今天天气很好 我带你去逛胡同吧 我知道游客少 又风景美的地方 我不想出门 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几天我约你 你都不愿意出来呀 我身体不太舒服 我先挂了 怎么不舒服了 要不要去医院 今天周六有时间 我骗她呢 我没有不舒服 我只是不想再见她了 词写完了吗 写了一段还没完 但总有写完的那一天 汪华 你在怕什么呀 我没怕什么 只是这段期间 我想明白那些事 但 还是缺少一些勇气 什么勇气啊 离婚的勇气吗 你不要去考虑赵昂 也不要考虑什么成都北京 你好好想一想 这段婚姻是否让你快乐 让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 好 检查 马总听人真不错 愿意把他服装结伏的朋友 介绍给咱们这一边 不过他也让咱们有个心理准备 要想让这些人成为咱们的工作商 第一关酒量不能处 我去 这么多 今儿这土老板呢 家族企业 工厂做起来的爆发户 没别的爱好 就姓风 酒厂看人品 他集团下面的 几个女装品牌 涵盖了少女风 轻熟风 职场风 要是把他们的供货 合约给欠下来 一家顶好几家呢 你这是干嘛呢 我准备把 自己今儿喝死得了 但是解酒药必须得吃 让他们先死才行 不是爱喝酒吗 让你们喝完了以后 恶心半年 你跟我也来一个 你就别了 医生不是不让你喝酒吗 就说你感冒了 吃头包呢 这种局不好控制量 我一个人上就行了 行 那你撑不住跟我说 你看 你说不想预论 simulator 看找费 不用 我也会 张总 张总 张总开门了 好不容易睡了 你叫你能不能别吵了 张总 十万伙计 你快开门 我有急事 张总 张总 秀姐把我拉黑了 这什么意思呀 赵世伟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投诉于佳恩 你是怎么搞的 李天不是小客户 怎么能让新人参与核心工作呢 我发誓我真的没惹他 真的没 喂 秀姐 是我啊 我这不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 是不是我手底下人哪儿做得不好啊 啊 他居然对你这样 那太过分了 那当然不对啊 我一会儿帮你好好骂他 你消消气哦 嗯 生气不漂亮 哪天有空我去你那儿坐里 啊 对了 我有朋友呢要去欧洲 你有没有什么要带的 我让他帮你买啊 还没问题 嗯 拜拜 他说什么 他说你昨天开会的时候 翻了他一个白眼 什么呀 我哪敢翻白眼啊 我想起来了 不会是我抬眼看头影音 他理解错了吧 那个 给他在欧洲代购买礼物的钱 你出 不是说好帮他买了吗 拜托 你不要只是听别人说了什么 要揣测没有说出来的部分 笨 赵总 张总 张总现在怎么办呀 我不会是公司第一个被客户 拉黑的客户经理吧 陆总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而且我真的是冤枉 我没有翻白眼啊 怎么办啊 你以为就是因为你翻了个白眼啊 他就是不喜欢你这个人 看不惯你说话做事的风格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那憋半天了 随便找一个理由 就把你给投诉了呗 这也行 陆总呢很少发火的 你要是搞不定这件事呢 你就趁早走人 免得陆总拉下脸来 我们谁都不好看 这么严重吗 当然了 你必须得让赵秀去陆总那儿 撤销对你的投诉 并且让他同意你继续待在 立天的项目组里 可是我都申请好几次 嫁他好友了 他不理我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懂得 分析客户呢 什么意思啊 和客户相处呢 就跟谈恋爱是一个逻辑 你得先搞清楚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和渣男有和渣男的谈法 和老实人有和老实人的玩法 你得用不一样的策略才行啊 余佳恩 就你那样 跟谁说半句话都不让的样子 迟早会被所有的客户 拉黑被全行业封杀 对了 你刚才给他打电话说 等你有空了 带你朋友去他那儿做脸 那是什么意思 他呢 虽然是在立天上班 但是呢 他和朋友呢 合开了一个美容院 我偶尔呢 会去那里做做脸 跟他拉了关系 也就是说 虽然他微信上不理我 但我要是去美容院守着 也许能见到他 也总算开窍了 来 张总 敬礼啊 感谢各位老板今天闪光 我们真是太荣幸了 我敬大家 我喝三杯 你们随意啊 第一杯啊 可以啊 大家随意啊 第二杯啊 第二杯啊 张总 麻烦您看一下 这个就收我们的 推批了 第三杯 小雪啊 喝酒就说喝酒 这酒都没喝开心 哪有心情两宫主啊 你这酒一直都没喝呀 来来来 你倒两口 张总 我们徐总啊 这两天他感冒了 吃药子 他的酒我替他喝啊 敢冒了 那这样 今天咱们俩乱收 让徐总回家好好休息 对对对 张总说得对 大周末的哪能不喝开心 是不是 我听说张总使喊和福特家 我给你调一个 深水炸弹 给你喝 我们徐总调深水炸弹 那是一绝啊 想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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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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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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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几个吗 是啊 你们家这产品 还真是挺好用的 我最近吧 就是觉得皮肤可干了 这附了你们的面膜 还真是不一样 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当然了 我们用的呀 都是国外小众服服产品线的东西 您要是喜欢的 可以办张卡呀 这样做更划算 那你们老板一定很厉害吧 都能拿到国外产品线的东西 对呀 我们老板本来就在一家 大公司上班 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 经常能去到国外 接触到这些资源 就是单次做起来太贵了 您不如办张卡每周都做 越走越年轻 我经常出差 也老不在北京了 这办卡吧 就容易闲着 不过你们老板真是厉害 要是有机会 这样见见他 没关系 我们家的卡 不像别家有时间限制 我们是三十次 终生有效 您不用担心过期的问题 那你们老板平时 他要有工作的话 他有时间管这个店吗 这个您就放心吧 不用担心 办了卡之后我们会跑路 我们这个店是绝对不会黄的 像今天我们老板就出去 给新店选址去了呢 那 他一会儿还回来吗 回来啊 我们下午三点多还有个会呢 这样吧 您现在办卡的话 我们有个活动 送您一次精油推备 三点多是吧 行吧 那给我办张卡 一会儿把送的精油推备 也一起做了吧 一会儿好嘞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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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婚 离婚 不离婚 不离婚 离婚 不离婚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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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华 我今天特别想吃棉花糖 可是我没带钱 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去挣钱啊 咱们两个买棉花糖吃 还有你的词写得特别好 我想再听你唱一遍 如果你还不理我 我就一层楼一层楼地找你咯 君子 君子 子 我 李宁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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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里面吗 我是赵昂 李宁欢 你在里面吗 兄弟 你别敲着我李宁欢 你都跑了几层了 你真是倒霉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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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宁欢 你在里面吗 赶紧走 赶紧走 李宁欢 你不住了 李宁欢 李宁欢 你放松我来 走 李宁欢 等一下 赶紧 赶紧大哥 不好意思 这个人是我朋友 实在抱歉 实在抱歉 太抱歉了 打扰你们了 来 喝点水 谢谢 你一个人住啊 这是我朋友租的房子 我来北京玩借助的 这花怎么了 不 不知道 不是我弄的 我们两个好像彼此都不怎么了解 虽然不了解 但我总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我真没有一见如故呢 我都还不了解你 万一 万 万一 万一什么 这样 我们两个玩一个游戏吧 你问我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两个就一直问下去 直到了解彼此为止 好 你先问 你喜欢自由吗 你喜欢自由吗 喜欢啊 你喜欢自由吗 我也喜欢 你上次说我比你小几岁 对你来说我算是小孩吗 什么呀 该我问了 你觉得我的优点是什么 你的优点是 你在说话的时候 眼睛都在发光 我的优点呢 你的优点是 你在说话的时候 整个人都在发光 真的啊 你没骗我 我骗你做什么 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怎么可能 你这么优秀 你好 女士 请问现在买单吗 不好意思啊 我和我朋友说点事 一会儿再见 嗯 你们吃饭了没有啊 没吃饭 咱们一起点个外卖吧 好啊老板 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可以给我结账了 我今天做的两个项目 我都可以算到会员卡里 对吧 余佳恩 秀姐您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的店啊 你怎么在这儿 真的吗 这也太巧了 我和我朋友在附近喝咖啡 最近就是觉得这皮肤特别干燥 说过来做个脸 你们这儿的效果可真是太好了 您看我这皮肤 今天是不是特别有光泽 你这肤质不错 再做好定期的补水保湿 就更好了 秀姐 我听说你们这儿的产品 都是国外小众品牌 都是您找来的资源 您真是太厉害了 我还特意办了张富元卡呢 哎 小李 你给余小姐打个九折吧 不用秀姐 真不用 这怎么好意思啊 别客气 九折后是九千六百八十九 你说多少 九千六百八十九啊 哎呀 我这给忘了 我手机摄像头画了 扫不了二维码 这也没带银行卡出来 要不这样吧 秀姐 我加您个微信 然后我在微信上把钱转给您 嗯 哎 好 那您扫我一下 哎 加上吧 好 麻烦您了 渣男就要有渣男的玩法 天安女王 承不起我 承不起我